屏幕上的这位是老许 全名许三更 50岁出头 家住安徽省同龄市郊区 前不久他返乡创业 做起了家庭农场 3月14号 同龄发现了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为应对疫情 同龄对城区的居民小区实行了封闭管理 老许看着自己地里绿油油的韭菜心里盘算着 干脆把种的30亩韭菜都给捐了 让市民免费吃 为保障菜篮子尽一些微薄之力 老许说 菜没了 后面还能长出来 只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同龄的明天会更好 目前老许捐赠的韭菜部分被做成了餐食 供应给应急隔离点的医护 部分已经被分发给了市民 疫情无情 人有情 为老许 也为所有疫情下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们点赞 我们再来看暖心的一幕 近日湖北襄阳的一名小男孩捡到了钱包 跟随父母到襄阳警务平台交给警察叔叔 包里有身份证 银行卡和现金 平台大队长闻讯而来了解情况 小男孩见到民警胸口别着挡灰 又看了看爸爸 自豪并且激动地说 我爸爸也有这个 详谈发现啊 这个男孩的爸爸是军人 民警刚好也是退役军人 两个人惊喜地拥抱在一起 这是来自两个退役军人以不同的身份的相拥 都说父母是最好的老师 相信孩子的十惊不昧 正是源于退役军人父亲的教导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啊 都说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 可是下面要说的这位啊 喝醉之后居然把别人的车给开走了 3月22号晚上 河南省南阳市西侠县的民警 接到了出租车司机报警称 有一名乘客趁着醉酒啊 就下了出租车 将车开走了 值班民警立即赶到现场 经询问 乘客酒后乘坐出租车 因琐事与司机发生了争执 趁着这司机不备就将车开走了 民警随即对禁谋进行了呼吸式酒精测试 结果为每百毫升229毫克 已经达到了罪嫁标准 吵架变罪嫁 这样民一般的操作 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啊 并不是所有的冲动都能用喝醉了 这样的理由 等待禁谋的将会是法律的惩罚 接到诈骗电话 我们一般都会直接挂掉 不过重庆的一位小姐姐 直接就把骗子给聊到自首了 几天前小丽接到了诈骗电话 虽说马上发现是骗局 但是她呢还是和这骗子聊了下去 聊到最后啊 骗子表示不会再打电话过来了 千叮鸣万嘱咐啊 说如果其他人冒充 网络平台打电话过来 都不要接听啊 多下载几个反诈APP 避免被骗 骗子说 本来就没钱 再被骗了就是伤口上撒盐 雪上加霜啊 甚至还表示说自己会去自首 真的是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啊 不仅识破了骗术 还让骗子迷途知返 这就是国家反诈中心 APP最好的效果 大家都赶快去下载吧